真假 定义是什么呢 佛有个标准 凡是无常 变幻无常的 都是假的 永恒不变 就是真的 那永恒不变是什么 法性的 自性 真如 这个永恒不变的 实相 一切法的真实相 这个是不变的 那会变的 都不是真的 现在 科学家发现 整个宇宙都在变化 宇宙好比是弹琴的旋 旋的定理 通通都是动的 物质现象 被波朗克发现了 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一生 研究一个问题 物质到底是什么 那么根据他的研究 把物质给他分裂 从分子 分裂为原子 分裂为电子 分裂为 粒子 现在讲 夸克 又讲到量子 还讲到中微子 中微子 多大呢 一百亿个中微子 等于一个电子 电子我们眼睛看不见 是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 大概就是佛经上所讲的 极为之为 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 我们对科学家很佩服 他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它不断在变化 非常不稳定 佛经上讲 当初出生 谁出灭尽 有没有科学家发现 发现物质现象 它的基础是念头 意念 换一句话说 没有意念 就没有物质现象 意念是物质现象的基础 那么换一句话说 物质根本就不存在